做完的话要放到垃圾桶 不能够沿在地面上 这些垃圾就放在袋里面 尾翼就填好了 填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十个尾翼装上去 就像昨天一样 这个瓶子的话是有参考线的 如果你们先看的话是有十二条参考线 所以你们甩着其中一条参考线 填好 填好第一个 就利用这个桌子的边边 这里可以看看啊 刚好这个桌子 这个尾翼这里 放在这里 就不会顶住这个尾翼了 这四条参考线都没有 它这个尾翼就是用这个尾翼 就挑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三个 看一眼 你们如果没有信心一次把它贴好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不要让那么用力的把它压上去 你们还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啊 当觉得已经是直的情况下 再贴 贴下去 这样你们就可以调整了 拿胶布 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用个手拿到这里啊 拿到这里 就转动 这个胶布建议你们要求你们是用剪刀剪了 昨天的教学会站当中 呃有的人是撕了是死不开的 死不开的话那就 那就不好看了 这个视频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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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在这里啊 对我这个手按了点啊 等一下你们可以看视频啊 用个手 列一下 这样 列做 列做 好 视频 能不能来看到这个效果 好 好 现在呢 就整一只手套剑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呃 如果我们不写的话 我们可以写上自己的一个姓名 它这里有没有笔 看 有要数个多 拿些个量 数字能不能写得到啊 大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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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